被誉为是69年以来最分裂的北约峰会昨天正式开始 最受瞩目的就是美国军费的问题了 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止一次炮轰北约其他成员国 说好大家的军费开支至少要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 但其实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有遵守这项协定 所以就让特朗普的心理很不平衡 威胁那些给不够军费的国家 现在你们就自己照顾自己了 我这个美国老大没必要再帮你们提供军事支援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立基本上就形同虚设 更形同瓦解 就搞得北约秘书长得要亲自跟特朗普会面 讲几句好话好让特朗普消消气了 一年一度的北约峰会正式在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掀开序幕 各国领袖走过蓝地毯进入峰会会场 获得北约秘书长的欢迎 那难得那么人情 大家当然要来张大合照 不过领袖自己就有一堆事情要忙了 你看美国总统特朗普又要到处开会 又要会见各国领袖 真的是忙得不可开交 不过遇到自己的好朋友马克龙时 特朗普终于可以轻松一下 开一个玩笑了 and hopefully in the end it'll all work out and so it's great to be with you merci beaucoup 和马克龙一同抛笑袋之后 特朗普应北约秘书长的邀请 前去一同进餐 不过盘子怎么空无一物呢 原来这场鸿门宴 是秘书长要和特朗普讲情 说北约成员国已经尝试 在未来几年增加军事开销 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GDP2%的目标 不过特朗普却不领情 除了要成员国马上达到目标 还向秘书长狮子开大口 要成员国把目标提高到4% 我认为这些国家 必须要加上10年 必须要加上 英国是富贵的国家 他们讨论成员国 他们将在2030年增加了一小 特朗普多多逼人 却也拿秘书长没办法 交互赛记者会上 秘书长表示 将会维持原本2%的原先目标 不会增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